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跟不改之间 我论叫话题 每次我来到凤凰开车 不是要经过狮子山隧道吗 狮子山属于星界 1898年 给了英国人管租界地 英国人来以前狮子山叫做什么 咱们中国人叫他虎头山 老虎的虎 然后英国人多厉害 来到我连一个山的名字都给你改掉 你叫老虎是吗 我为了打压你们的地位 我们当家做主 英国人 我改为狮子山 lion rock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英国老家 有一个lion rock 我要你们听我们的 连一个山 你们住 那时候狮子山下 虎头山下 现在在九龙城附近 住了几条川的人姓林的 双目林 ok 我要你们姓林的人 抬头看到了山 从此不能再用你们的名字来叫他虎 老虎的虎头山 要跟我们脑鹰叫狮子山 那所以严格假如用最激进的角度来说 回归之后应该改回来 虎头山 不能叫狮子山 你知道吗 应该是这样 这个义军挑起这个话头 他的意思主要 他觉得不应该把万里长城 当成中华民族的象征 对 但是当作我们的文物 当作一个既有的存在 我们的人力物力的伟大 这当然可以 我只是说作为精神的象征 我觉得它是 好像指向了很多 我们不应该再有的东西 禁锢 不宽容 你说我们现在 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多包容 我们怎么还能用长城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是禁锢和不宽容 不能怨到长城头上 长城就是不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我们也是禁锢和不宽容 这个你就有点 我觉得 我不是有点大 他可以保护 我不是喜欢他 不是 很多 很漂亮 所以我跟你讲 比方说 我看法国卢浮宫 我就在想 你知道这里的每一尊雕像 包括这个宫殿 当初都为了一个理由建起来的 包括一个教堂 当时都为了某种信仰建起来的 比如说伊斯坦布尔 先是一个基督教堂 天主教堂 后来又改成伊斯兰的清真寺 他都是为了某种理由 但是你知道吗 有些文化毁灭 有些太政治化的人就会认为 你当初是为了这个理由建的 那现在我们反对这个主义 所以不能把它当成我们的民族 我觉得不能象征 你反对它 但也不要拆 我的底线是 你不要拆它 你可以保留着它 不是 你不能说你反对万里长城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你把我带到这个沟里去 我跟你讲 你反对不了历史 就好比说 这就是当年有人说要拆故宫 你以政治的理由 就是说这故宫 这是封建帝王的 那他雄居在北京的中心 这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什么意思 我反对把故宫当成北京的标志 你如果用这个理由去解释的话 你就是个文化毁灭主义者 没有 可以把人拿出来 故宫作为博物馆 向公众开放 不是挺好吗 不 我认为 你不能把今天中南海 再放在故宫 那就不行了吧 不是 我认为 这就像今天的金字塔一样 今天也没人让你上长城 上长城办公去 我就说埃及金字塔 那你也可以说是古代的法老 奴役人民的象征 可是今天 它就是埃及的国家的象征 它不是国家的象征 至少是一个标志 那个是真人面相的鼻子 是叫拿破仑 叫人拿枪给轰了 他们也没有修 我觉得 他们没有觉得 一定要长出鼻子来 我们才是这个埃及人 摆脱殖民 我觉得今天 你不会再出现像金字塔 这样的这个违购 可是我想我看到他这些东西 和你看到的心情不一样 这就是说 你转变那个 你还不是转变你的心 你看到的 这就是人类创造的奇迹 包括我们看到的 很多 你比如说这个宋徽宗 那个时候 皇帝说这个 我要这个雨过天青云破处 我要这个汝油 我要烧造出这个瓷器 我跟你说 今天没有这样的举国之力 可能我 你做不出人类顶尖的这个东西 我对在你刚才举的 绝大多数例子里面 我跟你的心情都是一样 那些东西我都爱 都可以保护 但是你们就是不理解 我对于长城的那种 觉得他 因为今天仍然存在的 某种这种禁锢的 不宽容的东西的 我的不宽容 因为你们实在不理解 我对这个东西 你们就听听比亚的歌 就知道了 不是 我叫让我们河北人讲 有一句挺糙的话 这叫拉不出 拉不出翔来怨毛坑 你知道吗 你怎么能规矩 它是个历史的继承存在 它对于这是个故事而已 对于它的 它是一个载体而已 小军军 你搞国际新闻的 国际政治的 我觉得 有些地方呢 像这些 我当然觉得 因为没人把它当真 什么象征 没人去操弄 我那一集 我就说重点 我们现在不要 没有人要求你跪在长城下面去 我又要去哭倒长 对 而且有些地方 也的确我觉得 考虑要注意的 敏感的 细利的 比方说什么呢 我以前也谈过 文章写过 节目谈过 像有些用词 也是历史的实惯 像慰安妇 OK 到现在 好多地方 华文媒体 一谈慰安妇 还是慰安妇 慰安妇 不能用的 因为这三个是 日本军人 用的 修奴 在中国 在其他地方 强迫来的 性奴隶 所以他们称为慰安 慰安谁啊 慰安当时的 日本鬼子啊 所以不能用的 很多人做田野调查 很多像 内地的南京大学 书教授 都说 他们去问 那些老太太 一叫我 称呼他们 叫慰安妇 他们生气的 骂你打你的 那些日本鬼子 叫我的 你也叫我 所以要改啊 那汉城都改 那不是都改了吗 那照你这么说 不要拆 那柏林墙也不要拆了 大家干嘛 要把柏林墙拆掉啊 那也是历史啊 没有 柏林墙的存在 当时就围堵了人家 没有说 回味安妇 我一直说 连美国啊 我们不是谈了 Hillary吗 OK 他当国务卿的时候 下了一个指令 行政指令 说所有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 不可以出现 未安妇 comfort women 要做什么 要叫做什么 sex slave 性奴隶 一提到这个事件 又说这一群性奴隶 怎么什么 现在怎么样 不准许 官方啊 美国国官方 不准许用 comfort women 这个词 OK 反而华文 华语世界 我们对那么不敏感 从民间媒体 到官方媒体 都未安妇 未安妇 没有加引号 New York Times 谈到未安妇 他用一次 他说 日本人说的 so-called 所谓的 comfort women 加引号 然后文章之后 用完一次之后 下来呢 全部用sex slave 性奴隶 性奴隶 这一群性奴隶 force slave 强迫的奴隶 只有奴隶 还是奴隶 反正 这个被强迫 反而我们华文 我觉得真的要改 的地方没改 对 所以要照 义军的话 不必改中国的 长城的名字 可以改一下 英文长城的名字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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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墙 应该 不是 应该叫防火墙 对对对 应该叫防火墙 说得好 说得好 咱们说点正经的 最近这个 好像义军是有点抑郁 是不是 我之前产前愿意 现在 对 我今天找你来 是主要是把你当个病人来 你看你当时就发作 你先给我讲讲 产后抑郁 是怎么回事 是妇女的交柔造作 还是真的 不可 当时不可克服 是产前 我当时 当然很多人 但那个大夫说 我是上一次产后没好 后来又带上去 其实主要是 由于生理上的 很多的变化 引起的情绪的焦虑 很多妇女都有这个 不是造作 但是呢 就是说你 她会持续多长 会不会在因为其他的事件的刺激而变成一种不可转化的心理疾病 我看到有的女的 她就说 她说这个产后抑郁是真的 就是说 就是说我要努力克制着 我不把我孩子掐死 有的有的 她说完全是靠母爱 称职 她说有的时候就想把孩子从楼上扔下去 就产后抑郁能到这程度吗 她 就是我对抑郁症 因为我不是专家 但是我确实经历过 就是说 身边有人是就是就是有抑郁症 最后还自杀了的 就是说 她是会走入一种幻觉的 她那个幻觉就是让她在一种 我们外人完全无法去理解 她会把所有的错会归归于她自己 然后认为说只有才从肉体上消灭她自己 她才可以解脱这个罪 会有的 还有一个不是我们国家挺有 不是那个谁 挺有名的一个李 是谁 我现在忘了 就是她的妻子写了一本书 就是关于她自己怎么战胜抑郁症的 她那个抑郁症呢 就是说她她其实婚姻都很幸福了 家家就家庭也特别的幸福 但是她说她当时就是不停的产生幻觉 她要去一个高楼上面就要往下跳 她在家里把她窗帘都给点了什么 她一边非常的清醒的知道 她自己就是说 她她她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但另一方面不可抑制的觉得 她自己必须要终结她的生命才能解脱 哦你说的这个 我是从家辉写的一本书 她起的名字里 我呢诊断她得了抑郁症 所以我知道死在这里什么是吧 死在这里也不错 我看过你那本书 我觉得这是典型抑郁症的一个特征吧 咱们先去下广告 再请她交代一下她的病情 强强散言性广告之后见 我都没人家了 我看过你这种事 我都没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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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辉你看 你现在还活着呢 我当然活着 因为我是过来人 我是有资格说的 我二十 好久了 几十年前 二十七到二十九 我今天忧郁症 应该二十六到二十八 你怎么知道你是抑郁症 我告诉你 就是那种情况 刚小军军说什么幻觉 那是非常严重 刚开始反正失眠 反正做什么都不开心 等等 而且更有一种 可以怎么形容呢 因为我后来怎么样治疗呢 其中一个方法 大量看书 大量看熬过来抑郁症的人 所写的经历 我看过一个作家这样描述 他说那种感觉就是永远 你好不容易 趴在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才爬到一半 被人家揍 被人家 一拳打过来 你又倒下来了 这样形容 那种感觉就是这样 你开心不起来的 当时文韬 请我喝酒 什么这个那个 饭局 赌局 炮局 什么什么局都来 好开心 那开心的二十分钟呢 你根本觉得整个天空 他也是这样形容 全部是黑的 你完全压住你了 到时候当时到那个阶段 死真的一点都不可怕 我当时是觉得不可怕 比起我这样永远在一个黑洞里面那种感觉 是解脱的都好好的多了 所以千万我们没有鼓励大家这样 那你就是你为什么没死呢 你很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当时是每天哭嘛 做梦哭醒 因为主要那时候呢 我大学交女朋友交往了四年 原来是因为这个 在因为情伤啊 都是有原因的 那情伤 后来为什么没死呢 看医生 还是要看医生 他给我吃药 可是问题是我不乖呢 我吃了两一个多礼拜吧 我就发现胖起来了 肿起来 我那么英俊不能给这肥的 我宁可死都不能给这肥起来 宁可死也不能长成我这样是吗 我不能讲成文道这样的 那我就停了 停了 幸好我大学坦白讲 我大学是读心理学的 我搞过宁床辅导什么 就自己辅导自己啊 我能为我本身的背景读书研究嘛 就是大量看书 然后跟身边几个非常信任的 做学问的前辈聊什么什么 还有一个秘诀 谈恋爱 你又有了一个心 很不会 当你找对了人 找对了人 那谈恋爱非常有效 什么时候能找对呢 而且很奇怪的 我经常是看到那些生活比较优越的人 得忧郁症 挺多的 我有时候不是我去瑞士嘛 那儿的人我就觉得你们有什么好仇的呀 但是看了好几例 就是特别是女的 她其实就是她也不用工作 但可能恰恰因为她就是她不工作 然后呢 陈天没事干 然后呢 她就得忧郁症 然后她的治疗方法呢 就要坐着邮轮 全世界去环游 或者去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 我觉得啊 我们现在要警惕一种对忧郁症的 对忧郁症的歧视 这个和阶级论 因为有一些时间以来 人们似乎觉得得忧郁症的人呢 是天才 是这个或者生活的不错的人 劳动人民也有的 我就觉得你没有更多的这个 这个依据之前 不能这么讲 你要知道广大的劳动人民 他们受到的关怀也少啊 是是是 你怎么知道啊 那农村里自杀的多少啊 你说你说像前一阵那个 一下杀 当然我不是说他就是抑郁症啊 连孩子都杀了的 那农村里这种举家自杀的这种情况 更多见的 就是精神状况 他们说现在15个人里就有一个抑郁症 然后说 甚至还有说7个人就会有一个死 自杀 但是人家这个抑郁症标兵 崔永元 不就赶快提醒大家 就是说你也不要把抑郁症和死和自杀 联系的过于紧密 这个几率也可能就跟仲彩一样 不是说你得了抑郁症 好家伙就得一定得去死 就还是像马博士的嘛 就是你要去看 但是乙军 我倒是 等下你说七个死一个 那凤凰有700个员工 不是要死100人吗 所以凤凰 好可怕 所以凤凰有一本自我宣传的书 里边的第一句话 就叫刘长乐 就说凤凰卫视 是一个疯子领着500个疯子的 那会死几个 这一段就浅了 这就留着 就是说 我就说有时候你看 这个事儿 前一段有一个演员 叫乔任良 当然应该咱们表示哀悼 这个他就是抑郁症自杀 但是呢你记得吗 这个网络社会 在第一天 刚开始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都在传言 说他是什么玩SM的 这个这个窒息 什么死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现在看起来 你这对人家很不尊重 这种传言很不对 可是呢 我想我们谈的不是乔任良 我想谈人们对某些事的一个观念 我想拿什么谈呢 我给大家可以暴露一下 我们枪枪这个幕后 这些年轻人 这些编导有个小组嘛 有个群嘛 大家那天说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弄了几个截图下来 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组的一个小女孩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大家就七嘴八舌 你可以看看我们枪枪群的这个 这截图 你看这小女孩 90后的小女孩讲 他说关于乔任良死亡这事 我想提问 大家都觉得死于抑郁症比死于SM光彩吗 虽然不好说哪个是真相 但是我怎么觉得死于抑郁症比死于SM惨多了呢 另一个同事就说了 对SM是因为对SM有道德评判吧 另一个同事就说了 是啊 但是对于死者来说 死于抑郁症才更痛苦吧 道德绑架好可怕 哎 这下边来了一坏人就说了 说这个 这说说这姑娘啊 人虽小啊 三观港港的 就说明对抑郁症的了解增加了 以前张国荣自杀的时候 有人说是抑郁症 他的粉丝都不接受的 觉得是玷污了哥哥 然后这下边就说提出问题的小女孩 大家都说 他真是看着枪枪长大的 从小接受斗士黄段子洗礼 然后这姑娘说 啊 还真是从小听的都是小明哥哥 爬树之类的段子 说看枪枪就不至于得抑郁症 然后这又又一个坏想 说仇死和乐死是有区别的 说啊 那些爱他的粉丝 不应该更愿意相信 他是乐死的吗 一片骂SM的 骂谣言比较正义 骂SM就很私心 哎你觉得咱们这个群里是不是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对很多人深的思考啊 因为因为抑郁症 SM那我就搞不清楚 是玩SM玩到有抑郁症吗会 还是有了抑郁症就应该去玩 一开始这个青年偶像的就大批粉丝啊 你知道他的潜意就是说 你们说他是玩SM而死的 那跟你不干呢 你怎么能抹黑我的偶像 他是抑郁症死的 似乎得抑郁症自杀就较为高尚一些 玩SM乐死的就较为肮脏低下一些 这个里边分阶级的 除了肮脏肮脏有一个主动跟被动 我猜那一群人啊 我不一定同意 所以说他们觉得玩SM好歹是你主动的 等于你主动玩了一个高危的事情 比方说你跑到天台 站在那边很过瘾啊 跑来跑去 跌死了 就活该啊 可是你得了病抑郁症是一种病 假如死于抑郁症 我被动我无辜 我是受害者 可能背后除了说什么道德肮脏 是说你不能说我的偶像是主动求玩SM活该死的 他是受害者 因为他生的是病病死 背后可能是 假如我的偶像必须是死的话 我宁愿他马上封死的 我宁愿他快乐死的 我是看到大家的观念进步 我有个朋友他那天啊 就这个事儿吵特别热的时候 他跟我一样年纪 男的给我发一个什么叫SM呀 我就说你就说明大家观念进步了 大家都不用问是什么了 都知道了吗 但是你朋友太落后 不是不是 我是朋友很有学问的 然后我很惊讶他问我这个问题 然后呢我前一段时间在看了一个 就是有个展览 是关于中国的现代艺术展 他当中有一个电视屏幕 就是现代艺术嘛 他是用那种装置 就是一个电视屏幕上 有一个人呢套了一个头套 就是一个头 就是一直做很痛苦的这个表情 你知道是在干嘛 对吧 然后呢 他其实想表现的是什么呢 就通过你 你得克服你的心理障碍 或者说觉得这是脏的 或者是觉得这个是不道的 你要一直看着他 他的表情是分五个阶段的 他的解释说 他这个五个阶段 他是什么呢 就第一阶段叫做这个否认 就是deny 这个是否认 第二阶段是什么 怎么接受啊 妥协什么之类的 反正说人对一个 突如其来的事情的变化 有分五个阶段 那么他就整个用了 这个SM里面 这些人的头 就是用头套套着一个人 来表现他的心理的变化 来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当中 其实人在突然遇到一件 他也许不太能接受的事情之后 他的情绪的变化 而且这个五个阶段的定义是 就心理学上是有 就他是有认证的 这个当然 我提外话就会想到说 我们经常讲的那个 一化矛盾 他为什么会闹呢 因为原来人碰到突然 突如其来的事情 第一阶段是否认 那其实呢 你要他慢慢过了几个阶段 好像到第四个阶段 还是第三个阶段 就进入了谈判阶段 他其实这个时候 是可以接受跟你谈判的 就是我就想说的是 他用了这样一个装置 就是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事情 他只有一个道德与否 也什么样 他用一种来观看他 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反映了 我们人类的某种精神状态 而且是有哲学意义的 一种精神状态 如果听懂了 我一定同意 枪枪三叶型广告 我之后见 咱们还是请这个有经验的人讲讲SM是吧 我心理学本科了嘛 我就知道你胖不了 我心理学本科生 然后我是听懂了 因为最基本的心理状态 就是从denial 就像我们生病一样 通常医生都是这样说 他告诉病人 对不起 很抱歉 你要挨着 刚开始十个 里面有九个否认的 不可能 是不是厌错 看错 判断错 我说我不可能 我那么健康 我基因都是这样 然后来挣扎 愤怒 然后谈判 接受等等 这些过程 生病也好 什么SM也好 可是往往的悲剧在于说 到你最后接受的时候 就没有了那个最大的快乐 为什么 SM还有很多坏事 最大的快乐是说 你明明享受它 可是 你不接受自己享受 我怎么会喜欢呢 怎么会跟你这种人玩SM呢 怎么会跟这种人搞gay呢 搞什么呢 你不接受那种内疚 其实SM除了说肉体的 低辣 低辣 对 还有种种十大好语 酷 酷型 过来人就不一样 对 老虎凳 什么什么 这样会一路这么折磨过来 可以看看我的刀疤 我的什么 看你的纹身了 OK 然后那个 那个最过瘾的阶段 所以说你不接受自己很羞愧 每次玩完之后好羞愧啊 哎呀怎么搞的 我怎么会玩这种 表情都像 表情都像 然后到最后你接受了 很自然 来吧 一切就是公司化 然后你到时候 还是有快感 可是不叫享受 其实享受的部分呢 是包含的 不仅你肉体的SM 是心理的 你不能相信自己是这样的人 这SM就是跟 也跟现在的国际局势有关 萨德 萨德导弹 韩国部署 萨德侯爵 是以他的这个名字命名的 他当年对这个玩意儿情有独钟 就说 倒不是说 这是一种性游戏 对吧 你发现没有 我现在发现很多不平等 很多不平等 你比方说 如果我们现在很多人 能接受一个什么呢 比方说这个夫妻啊 有的时候婚姻 指导专家 就是夫妻 这个夫妻生活 有些乏味的时候 你们可以玩角色扮演 这个大家能理解 好像觉得这个增进夫妻情趣嘛 但是说玩才 这口味就有点重 这个里边就反映了一种歧视 你看就像我看一个 好像有个电影 叫颐和园 这个里边也打出一个字幕来 我印象很深 人啊 生而不平等 但是人死而平等 可是你发现没有 我们有的时候 他反映 我们就觉得 哦 死于抑郁症自杀 似乎名声会说好一点 要说你玩SM 或者说不说 比如他就说你嫖娼 马上封死了 这个死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会瞧不起那种死 我们会觉得 所以你看打断 过去有个名言 叫什么 死轻于红毛 重于泰山 我认为这还不够哲学 我认为真正的哲学 就是死而平等 所以他刚才那个群里面讨论 对他不是在说吗 就是张伯荣那个时候 大家还觉得 抑郁症也是一个 对了 现在人们观念改变了 现在大家就改变了 对 那以后会进一步 那就像你说的是终极了 死而平等了 死而 谁能否认死而平等 你说难道死而不平 人死如灯灭 一死 咱们人人都一样 可能那种轻于红毛 重于泰山 他说的是 死有时候比狗活要好 这生死是大的 我倒想起 大概半年前吧 香港大学一个教授 自杀 一个男的 向调自杀 他是干嘛呢 他在香港大学很出名的 他教生死学的 还有这个学文 生死学 全世界 过去学年非常豐活 教人家怎么样看透了生死 怎么样来面对生死死亡 最后听说是 抑郁症 到最后一个教生死学的教授 自己用一条神符 把自己了结的生活 不管你在思考什么 怎么样来看透 到最后当那种病来的时候 谁都就 都不是 不够 他在香港 是 是 宫